Hello,大家好,我是萱萱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家这个行业 老有粉丝以为我跟我老公天天在家没事干,不上班 其实呢,我们每天都要上班 因为我们是开店的 然后我的时间呢,相对自由一点 所以呢,看起来比较闲 有一些粉丝呢,看到我们家的货物呢 以为我们家是开五金店的 五金店呢,在大家眼里呢 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呢,大家就是说得上是装修上的五金 就比如什么铰链啊,钉子啊,这一些五金 还有一类五金呢,就是工地上用的五金 就比如老虎铁啊,扳手啊,还有榔头啊,这些五金 我们家呢,就是这一些五金呢,有但不多 主要卖的呢,还是刀具、粮具 就是机床上用的,树控机床上也要用到的 就比如说,卡尺、直钻、还有树控刀片、刀杆等等这些 都是机床上用到的 我们这些都是厂里需要的东西 所以大家需要的可能不多 还有像我们这个行业好不好做呢 其实说实话,一年比一年难做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房租的问题 说实话呢,就是实体店都是被房东给打败的 因为房租实在是太贵了 很多实体店呢,都是在给房东打工 这个真的是说实话 大多数都是因为房租实在太贵了 所以实体店开不下去了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淘宝店 淘宝店呢,因为开的很多 然后相对要便利一点 再加上它的价格比较透明嘛 有些人来买东西 他肯定会在淘宝里先看好价格 然后再过来问我们买 所以呢,我们价格也只能便宜一点 相对要便宜一点 如果放在七八年前呢 我们这个行业的利润呢 基本上有二十个点 但是放到现在就只有十个点 有时候十个点还不到 因为像有些是品牌的 每个地方都有卖嘛 然后我们价格不可能太贵 因为客户一听价格这么贵 他就跑了 最后我想说呢 如果想开我们这个店呢 你一定要货物齐全 资金一定要足够 因为你货物不起全的话 客户第一次来没有 他就第二次就不会再来了 你说说是吧 还有的人问我想开我这 这种店怎么样 我的建议呢 你先去当地的 然后像这种类型的店 你去实习,去打工 你去在那边感受一下 然后了解一下 当你熟知了情况以后呢 你再决定要不要去开这个店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